我比較 可能是比較資深 我從1990年代我就加入環保聯盟 所以那時候是學生運動的時候 那這一次比較不一樣就是以前很多次都是 我都跟家人說我出來都是為了一些污染的事情去做一些調查 然後我們有訴訟 然後有一些比較硬的一些事情要做 那這次比較輕鬆一點 我想台灣這幾年已經越來越走向環境保護的多元化已經非常多了 尤其是河中勳出現之後就滿有那個比較休閒式的 所以我去雲林其實虎尾這個地方在2002年的時候好像有發生那個革米事件 那當時因為我看到革米事件之後我發現說我必須要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呢我就把日本的那個革米的痛痛病的那個錄影帶就翻了一下 然後就帶到雲林去跟他們分享 然後了解他們那邊如何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我就把17個農民都組織起來 我們就趕快去做一個公民的訴訟 就是那個受害者的訴訟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我們發現說很多農民都非常的淳朴 然後在那個鄉下裡面可能跟都市之間的關聯是什麼 我們去思考這樣的問題 那後來這17個農民雖然說我們打了很多的官司 沒有說很正面的有一個回應 但是那個攝料廠台灣攝料廠已經知道說我們在做這樣的事情 他也來跟我們看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當地有很多的農民還有很多學校的家長學生 還有尤其是那個老師 我們在學校裡面有播一些紀錄片之後呢 那發現說很多人對這個事情很關心 之後攝料廠就把那17個農民的受害的土地給換圖了 所以這件事也算是一個很成功的case 那這樣的事情其實有很多 然後我後來在1995年離開環保聯盟之後呢 就有一系列一直到2002年 我們有整理有關台灣所有的公害的一些環保運動的歷史 然後國使館出了兩本書 那兩本書就是很大很厚的書 所以大家如果以後要做一些環保運動的一些參考的話 都可以去看 那最近 因為我去 我幾乎都在國外 有日本然後有英國 所以都是在參加一些環境的事情 所以之後呢 去年19…2012年的時候 6月的時候回到台灣 然後又進入環保聯盟 然後一直走到現在 然後雖然有一些事情 主要的就是發現說台灣有很多不同的環境保護的運動 一直在創新之中 尤其是有關公民訴訟的這一部分 我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 之後就是發現說台灣有很多的文化 其實都還沒有開始在做一些整理 還有一些布料的整齊 可能大家都忘記說我們有很多的河川的文化 那發現很多地方 每一條每一條河的那個文化裡面其實都有不同的意涵 那…在都市裡面的人 可能很少去接觸這樣的事情 所以… 可能… 可能是我們一打開水龍頭 就有…就有水跑出來 所以那個文化的水準好像… 跟…跟我們以前的那個… 就像我們今天要去的一個地方 那些鄉下的地方 其實有很多我們… 呃…台灣的文化 都其實都還在 那…這樣的探索一些文化 其實對環保運動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 如果可以累積一些齁 然後讓整個台灣的社會更有… 呃…有一些… 累積下來齁 因為我…我經常問外國人 或是說問台灣人說 請你知道台灣的文化是什麼嗎 很多人都說沒有文化齁 不然就是一些那個吃喝玩樂的文化 然後… 一點那個文化的味道都還沒有出來齁 所以… 我是很期待就是說 在台灣可以做一些文化… 呃… 尤其是環境的文化生態齁齁齁 這樣的累積的事情 那…前… 呃… 呃… 九月的時候我們有辦過一個 噶… 司馬庫斯的一個旅遊齁齁 那我們… 我們二十個人到山上去 其實…呃… 呃… 呃… 那個地方不是大家都去一天就回來了 我們是待了三天兩夜 我們爬進了一個非常原始的森林 那在那邊的研究生都覺得說 他十年來他都沒有進去過 那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台灣有環保運動的先驅 賴春彪跟我們一起進去 他帶了很多的資料跟一些原住民一起分享 所以原住民的長老一些比較有這樣子的文化的一些人士就陪我們一起進去 所以在整個森林也好然後水 然後一直到最近的那個7月底 有一個那個我們保護壁壇吊橋的事情 那我覺得說7月31號他就保護成功 已經有新北市政府已經通過那個碑壇吊橋市 我們的新北市的古蹟 但是我發現那天的 那個新北市的文化局長竟然是蠻愁眉苦臉的 那我就覺得說 台灣的文化水準到底是在哪裡 那個年文化局的局長 剛上任不到一個月 然後通過了一個文化的古蹟 他竟然是愁眉苦臉的 那有很多都是以開發為主要的 台灣的政策上面都是以開發為主要 他們的主要的施政目標 所以整個過程裡面我發現說 我們的文化累積真的是非常的薄弱 那我也希望說以後呢 我們可以做一些比較有環境的一個 譬如說我們可以學一下歐洲 在吃的文化上面能夠多多的去注意 而且要美化 不是只有一群人 然後在一個很開曠的 就是用一些塑膠類啊 或是一些那個沒有辦法回收這樣的東西 在我們的環境之中 可能這個部分的文化還要再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要學歐洲 我記得德國有一個就是白色的餐會 就是大家一起 然後在一個空曠的空間裡面 我們大家一起坐下來 然後自己拿自己的酒杯啊 水啊還有食物一起來 然後吃完之後呢 我們不留一點痕跡 就大家都把那個後面的一些東西通通拿走 所以整個過程裡面就是 你會發現說 每一個人對待自己的那個負責任的態度 還有對土地 對一些環境 有這樣的一個思考 這個我覺得滿可以推廣的 所以我今天真的就是來這邊純粹就是來看看說 大家的一起交流 然後有一些如果說是當地的文化的時候 文化的哪些東西可以一起再推廣 這個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